因为我们知道Lazada, Shopee,淘宝这一些 他们在销售的时候非常多面对到的问题就是没售后服务 那你要在这么大的平台跟这么多商家去销售 你怎么脱颖而出 你必须得是服务第一 那如果你的服务也不带位 你就跟所有的云云大众的卖者是一样的 他为何要选你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也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建商 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接喝红药 一起和你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不知道能接有没有发现 就是自从疫情发生之后 其实身边好多的朋友都开启了他们的网卖生意 感觉就是经济非常的不好 大家都发挥自己的所长 可能卖蛋糕也好 或是带领一些产品进行电商的销售 总而言之 大家似乎都在寻找一份副业 那其实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也有很多 我看到他们就是带领各种各样的一些产品 减肥的产品也有 卖蛋糕 自己学一些手艺的也有 但其实我们讲到网卖或是电商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疫情之下才冒起的东西 我印象中在好多年前 在Lazada Shopee 淘宝还没有盛行的时候 就有一个词叫做微商 它就是透过微信的方法 就会代理很多的产品 然后他们常常会在朋友圈当中 分享他们的一些产品的效果图等等 我还记得部分人 其实那时候我们朋友之间都会开玩笑 就是说你敢做代理的话 我就屏蔽掉 因为他们的那种行销方法 就是让人有一点点不舒服 在那个行销技术没有那么蓬勃的 观念没有那么强的时代 就觉得说我只要一直分享 我就可以刺激更多的销量 就有一点点hard sell的感觉 对 其实洪耀我觉得 我们也不能够对他们太过的苛责了 因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他们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在学习 都在找到这个行销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然后其实虽然有很多国外的这些例子 可以来参考 但是我想国外的例子 也不一定完全都适合马来西亚 而且通常我们也发现说 这种的行销手法 倒不是这个微商普遍的共性 只是早期的时候 大家对于行销的概念 可能还是不太的成熟 然后就觉得说 我一直不断的share 就会刺激销量 其实网络行销 它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门专业 那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这个电商 有很多 他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团队 在背后支撑的 他们的行销很多的时候 还是让人觉得可以去学习的 那他们所做出来的 这些行销的产品 不管是影片或是文字也好 常常都让我们看来 好像还蛮心动的 就马上要给它下单下下去 然后也蛮吸引大家关注的 对啊 其实我也看到在Facebook上 近期有很多的这些电商的行销 像是卖蛋糕的 都蛮吸引人 图片也很好看 然后他们在碰到你的痛点的时候 其实都有吸引到我 那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个嘉宾 Laureen 我有点不大确定 她以前是不是所谓的微商了 但她一开始的时候就了解 她确实是做代理别人的产品开始的 那我之前跟她聊的时候 她有提到说 其实做代理会有一些些的局限 跟一些些的问题所在 所以她就干脆自己创立了一个品牌 叫做BQ Group 并且是打造了自己的护眼铃的品牌 而且她的创业故事还在去年的时候 获颁世界卓越企业家品牌名人奖 那Laureen现在是管理上千人的团队 从以前是别人的代理 现在也有自己的一连串的很多的代理 在帮这个BQ公司服务 那我也在脸书 这个Laureen的脸书上面 常常都会看到她分享很多 她参与一些 比如说分享这个电子行销 电商的这些行销的一些workshop 就是跟大家去分享说 她是怎么样去经营这个BQ Group的 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欢迎这位美女 我们今天真的是很高兴邀请她 到我们开门建商 欢迎Laureen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Laureen Isaac你好 那么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访问之前 都一直有到BQ Group的Facebook上面 去小小的stalk一下BQ Group 还有stalk一下Laureen 之前洪耀有跟Laureen在沟通的时候 曾经有提到说 您在开始电商之前 经营的是一些线下的服装的生意 然后你后来才决定 以365令吉的代理费 拿别的电的商品来开始你的网络事业 那么那个时候的你 我们把这个时间推移到 那个时候的你 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会选择从线下转到线上呢 没错没错 之前有跟洪耀就是聊到这个问题 那么呢 之前是因为我们在做服装线下企业的时候 2013年 2012年 当时在盛行的这个网络销售衣服 是非常多人在做的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到间接的影响到了 我们这些所谓的线下商家 我们的生意也跟着一直日据的下滑 我自己也没有考虑过要在网络上面销售 主要是因为没有接触这一类型的平台 那到最后呢 导致我们的生意都是进入这个亏损的状态 那Loreen从这个线下转线上之后 就帮人家代理产品 代理了一段时间嘛 那你也做的其实算是有声有色 那为什么说你会想说 那我就不帮人代理了 然后就进一步再扩张说 我要做自己的品牌 我要自己掌握那个主导权 创立这个BQ嘛 其实当中的这个 从别人的代理 变成自己找代理的这个过程 你的设想是什么呢 好 我是一个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那一开始就是代理中国品牌的时候 其实我们进货出货都是一手在搞定的 经历很多就是不符合我们国情的这些制度和保障 我所谓的制度和保障就是说 当微商盛行的时候 许多的上级或者是品牌商 基本都是以利益为大前提 所以虽然说赚钱是我们做生意的目标 但人性的利用和洗脑的模式 是我一个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那加上许多品牌呢 都是以爆品的模式去销售 没有长远的发展 没有目标 没有保障 基本只有眼前的利益 因为卖而卖这个东西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 所以我带着我的团队一直重复的在招商卖货 但是却看不到前景的这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我不想辜负任何一个信任我的代理 所以到最后我决定转换成品牌商 带领我的团队去进行一个企业转换 让我的代理商更有保障 其实我听到Laureen这样的分享 非常有同感 因为我曾经以前又悄悄地告诉大家 我也曾经参与过所谓的直销或者是传销的行列 所以刚才Laureen所说的这个利益洗脑的这种行销的模式 没有办法认同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没有办法去认同 这样子的一种的做生意的方式 真的它就会带来一些销售的恶性循环 但是其实Laureen你在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之后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事业有一些怎么样子的转变 你会不会认为其实现在正在帮别人代理产品的朋友 都会最终走上像你这样子自主研发品牌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呢 以往的这个销售模式它都是以赚取差价 或者是以我们所挤带的批发模式 那我创立自己的品牌之后呢 其实我们整个公司的标准跟制度呢 未来五年到十年的发展策划 使命终极目标 这些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明确 然后在做软件开发 让我们所有加盟的代理 它真的就是一种没有难做的电商 因为我们现在在实行着一件事的创业嘛 那在我们这里就是真正的实现到这个方便 以及轻盈创业的一个概念 那也保障所有的像注册代理啊 他们带进来的人啊 不管是任何的级别啊 他们都会有一个bonus赚啊 第二 其实我并不会认为所有的代理朋友 他进来最终都是自主研发品牌 因为这个市场上面 它从来就是一个win-win的模式 而身为一个品牌创办人呢 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一直不断去超越自我 创新 我们没有办法去衡量别人的心机在哪里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被超越 那只能承认自己自身能力不足 所以各自自我的这个改进跟创新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相信其实 有些人可能他就是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些人是专门做代理 有些人就要去专心的做研发产品的啊 那如果大家都跑去研发自己的产品的话 那以后就没有人来代理产品了 对不对 对 还有Loreen刚才所说的这个轻盈创业的理念 红耀我也是觉得 这个我们可能也可以请Loreen多一点来分享 这个也还蛮有趣的 对 其实我觉得Loreen就是看到了 她自己做代理的时候 她发现整个代理的结构是有问题的 所以她在自己创业的时候 她虽然也是在找代理 但是她的那个模式就会有稍稍的不同 那我们先聊到这个BQ 其实她现在的其中一个卖点 除了刚刚这个Loreen有讲的 轻盈创业的概念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我上次在跟Loreen谈的时候 就问他们旗下的product有多少个 她就说就那么一款 就是Lumina这个护眼灵 就是帮助大家改善一些 这个演技的问题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然后就没有别的了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Loreen就是 为什么会想说 我就只是专注在一款产品 而不是说我可能更多元一些些 还是说这是已经在计划当中 只是你们的起步就是一款 为什么就是专注 会是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核心呢 其实一开始进入大健康行业的时候 是非常挑战性跟压力的 第一我们考量到 我们进来这个市场的时候 市场上面竞争能力 我们对于市场上面的竞争能力 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如果是其他品牌的话 我们审核了整个市场的 这个趋势跟导向 对于其他的功效类型的产品 我们是拼不过市场上面 其他的大公司 那最后我们决定生产 这个护眼营养的时候 其实我们风险虽然很高 因为市场教育度 基本就是不够的 大家对于护眼这一块的 这个认知是比较少 大家觉得我要护肝 我要护心脏 可能我要照顾我的血压 但是并不是护眼 它不是一种很普及性的东西 所以但是我们在里面看到的 就是一种高 risk 高 return的这个市场 那加上呢 现在呢 是一个鸡不离手的时代 护眼营养上面的市场 护眼营养的市场 其实它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世界卫生局也发了一个报告说 这个眼疾问题会成为 这个世界最严重的疾病之一 所以当我们在考量了 所有的因素之后 我们就决定生产了护眼营养 主要是因为想把品牌影响力 做好聚焦 那我们才可以继续往市场上面 推出可能第二个 第三个第四个的这一个产品 但是呢护眼仍然是会成为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 我觉得刚刚Lauren所说的 聚焦这两个字 真的是很多的 我们的中小型企业主也好 或是想要创业的企业家 都应该来思考的问题 有时候大家太着急的 想要推出各种各样的产品的时候 回过头还是要去思考说 到底自己的公司或者企业 特别是在人力资源上 或者是在各种的资源上面 是不是能够跟得上 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市场的 接受度是如何的 那么当然特别是 在我们现在疫情肆虐的情况底下 是否要贸贸然的推出 很多不一样的产品 还是要真的是专注的 做好一样产品 这个是很值得思考的 那既然提到了疫情 其实疫情的来临 是否也对于你们的公司 带来多少的冲击呢 那我相信冲击可能是有的 那有些公司可能不是冲击 可能是反而业绩变得更好了 业绩变得更好 可能就会遇到了一些 包括像物流的问题 然后大家订单很多 那这也是要去解决的问题 我想要就是在这边 请Lauren分享一下 就在疫情当中 你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然后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OK这个疫情的年代呢 其实很多东西 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第一物流的确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包裹变得非常多 员工减少 客户收到包裹的速度 都变得非常慢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我们就尽量的 就是找更多家的公司 去为我们的客户做服务 确保他们可以 在限定的时间之内 他们都会收到 他们的包裹 购买者他的心态 就是他跟你买东西了 他就会希望说 他可以尽早地拿到东西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跟运输公司 也做了非常多的沟通 就你可以确保说 我们的包裹 可以快一点送去 给我们的客户 因为我们的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其实疫情这个问题呢 对于我们来说 除了运输方面 其他方面真的还好 其他方面呢 反而助长了 我们在这个业绩方面的提升 因为大家都普及 不能够出去嘛 那就是惯性的 就在手机上面 就刷屏啊 或者是去购物啊 之类等等 所以间接地助长了 我们快了两年的速度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 给我们收益的一个东西 老任我想要 这个最佳一个问题哦 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销量它变多了 那在销量变高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人就会想要 来调整售价啊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在你的这个经营的经验里面 调整售价应该要怎么做呢 有哪些指标 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 其实调整售价 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坦白告诉你 我们的Lumina 从一开始到今天 没有调整过任何的售价 我觉得定价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非真的是成本 上升的非常厉害 那我们支撑不住了 那我们肯定就 非得要调价 就是升价格嘛 但是在这边呢 我们Lumina 从来没有调整过 第一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就说了 我们的产品是以爱为出发点 我们想要把护眼的这一块 挖得深 挖得稳 做得更稳 所以我们在这个价格上面 加上现在也知道疫情的问题 那我们既然量变大了 那就可以抵消一些开销 是拉得比较平衡一点的收支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身价的话来说 要是真的成本啊 或者是一些开支 是真的支撑不住了 我觉得商家们就可以调少许 按照你们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评估去调整 但是我们Lumina是从以前到现在就两年的时间 从来没有调整过这个价格 主要是因为我们真的想要把好的产品 让更多的人更可以负担得起 我相信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模式 是这个企业要长久营运的时候 他跟客户要建立一个很长的 很深厚的一种情谊的一种策略 很多商家就是一旦是需求高了 就摆高姿态 然后就提高价格 那所有的客户就觉得自己是韭菜 那其实反而长远来说 可能不利于你跟客户之间这个关系的这个经营 那我可能再问一下Laurine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谈电商或是网卖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的管道 对吧 从最传统的就是口耳相传 靠自己的朋友圈去这个口碑 就请朋友来支持 到现在有一些电商的平台 像Lazada, Shopee, Carousel 甚至是中国的淘宝 行销通路很多 那你作为一个在这边深耕那么久的人 其实对于一些新的一些网卖的一些player 你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说哪一些东西你要去避免 或是说我是应该放全部平台吗 还是说就放适合的平台就好 你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看你到底是在哪一个领域销售 什么类型的产品 因为每一款不同类型的产品 它的销售模式跟方式基本就是不一样的 那比方说我们说Lazada, Shopee, Taobao 你要去了解你的客户对你产品的 这个使用的习惯是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一种比如说我们说日常品 那消费者习惯性在Lazada,在Shopee,在淘宝买日常用品 比如说可能可以是服装 比如说可能可以是一些家具 小家具或者是一些日常需要到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销售类型的产品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平台 就摆放你不同的产品去进行一个推广跟销售 但是在这么多的平台销售背后 你必须得要有足够的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有back-end service给你们的客户 比方说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客服 能够在限定的时间之内 就是尽快的去回复你的客户的问题 去给你的客服提供服务 因为我们知道Lazada,Shopee,淘宝这一些 他们在销售的时候 非常多面对到的问题就是没售后服务 那你要在这么大的平台 跟这么多商家去销售 你怎么脱颖而出 你必须得是服务第一 那如果你的服务也不带位 你就跟所有的云云大众的卖者是一样的 他为何要选你 所以我觉得你要搞懂第一客户的取向 第二你自己本身在市场上面的定位 你销售的品牌 全方位的去做考量 你才知道到底哪一个品牌是合适你 哪一个销售渠道是可以帮助到你做销量的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来聊聊 这个对于品牌的这个形象的建立 或者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的经营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微商 甚至是一些大的品牌 他们都让人家觉得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面 一直很hot sell 那这个可能会让一般的消费者 感觉到不太的舒服 那我们也留意到了这个BQ Group的这个脸书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其实你们的这个followers是蛮多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也是有超过五万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我发现说你们的很多的po文 大家在上面的互动量也是蛮高的 所以想要来一个请Laurine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们怎样子克服这种hot sell的感觉 然后又是如何的去打理 以及经营自己的这个脸书的专业的呢 OK关于hot sell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如果你在做销售的时候 他如果需要你的产品 那这个东西就不是hot sell 那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你肯定就觉得他很hot sell 你觉得很烦躁嘛 所以个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对于我来讲 我常常也告诉 因为我们旗下代理商是超过一千人嘛 我也告诉他们说 其实你对于hot sell这方面来说 你这样子看好不好 我们如果想着说 今天我在跟他分享 你是在为自己找一个机会 那就算是说他buy你 或者是不buy你都好 那在这两者方面呢 你为自己找机会 就是身为一个销售者 最敬业的一个其中一种精神 我们不能想说 哦这个产品好 为什么你不买 我再分享好东西给你 因为非常多的卖家 他都会有这种心态 你干嘛不要跟我买东西 我这东西明明是好 不管是什么品牌都好 但是呢 今天如果你想着说 我只是单纯抱着一个 为自己找机会的心态 去给他做分享 那他buy或者不buy的话来说 我都是在为我的事业 尽了一分很尽责的 这个职责跟这个精神 那这样子的话 你在心态上面呢 其实你也会觉得是特别好的 不会觉得特别 为什么别人最觉得我 我特别感到不舒服 这样子 其实他只是一个心态上面的转换 hot sell这个东西 真的是看需求 客户需要 你绝对不是hot sell 客户不需要你的产品再好 他也觉得你是hot sell 所以自己心态要做一点转换 了解 那么对于在脸书上面的经营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透露一些 您的这个经验啊 因为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在听节目的 中小型企业 或者是一些微商 经营得非常的辛苦 然后制作了很多的影片 但是也没有什么人关注哦 你们是怎么样子让这么多的网民来关注你们的 其实我觉得经营每一个page都好 都是要以价值为主 所有的销售最后我们拼的就是价值 对吗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的脸书呢 我们在给予客户很多overrated的这个value 打个比方说 我们会给很多的互动性的一些活动 很多的回馈 让我们的客户感觉到他跟我们买东西 其实他是非常开心 非常的舒服的 那在这边呢 我们也常常就是有进行很多线上的就是互动啊 或者是一些而外的课程是公开给大家 就一直在不断的除了销售产品 我们在create value 这些value呢 是让所有不论是我们的客户 不论是在销售电商的业者 其他品牌的都好 他进来我们的page 他都会学到一些东西是他非常需要的 客户他就会学到可能讲说额外的知识 I mean despite from 互演 他都会学到额外的东西 或者是他我们有些互动的活动 让他们可以一家人一起做 让他们可以跟他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销售业者可以跟客户一起做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样 一句以爱为出发点 我们好多的活动做都是跟家庭模式有互动的 让他们透过我们的活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产品 想带给他们的这个爱 所以他们也因为我们的产品关系被拉近 也因为我们的活动 原来这一个东西我跟我的父母可以做 我跟我的孩子可以做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非常舒心 就会帮我们一直在做推荐啊 做转介绍啊 或者是说给我们一些非常多的好评等等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那句话 value不能因为销售而销售 我其实作为一个脸书的用户 如果我看到一些厂家 哪怕是厂家都好 如果他是可以分享多一些些 不只是产品 而是健康的资讯的话 那我那样的行销 其实我反而也可以接受 因为他就不只是卖产品 他就不是那么的功利的 他其实就像Laurine刚刚讲的 他有value在里头 那我进一步问问 刚刚其实我们这个不时都有提到 包括一开始谈的这个轻盈创业 到后来你在灌输你的代理的时候 就是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服务的心态 就是我就是希望分享一个机会 然后不需要这个很强硬的去 去强迫这个顾客去买东西 所以其实想问的是 你旗下应该有很多代理 刚才你说上千人的这个代理嘛 那其实你在经营跟管理 他们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轻盈创业的概念 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代理模式 跟一般的 你刚刚前面所提到的洗脑术的不同在哪里 然后你其实怎么看待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你是如何经营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经营一个千人团队 坦白说你说容易并不是很容易 但是你说非常难 但我们一路走起来 基本也没有遇到太多的挫折 我觉得人与人的信任 是非常难得的 为什么 我们经营了电商 接近五年的时间 然后创立了自己品牌 接近两年的时间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绝对不会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觉得身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你应该要懂得去学习 建立其他人 放权 我说这放权这个字哦 其实我们的公司的后台 是有超过20个人在帮忙 经营推动整个制度 跟整个标准的 那放权的意思是什么呢 好多的老板他会觉得任何的大小事 他都想亲力亲为 然后导致最后可能管理一个东西 所以他觉得特别累 那我们就 我的模式就是我放了很多权 给我旗下的他们去做非常多的安排之类的 所以导致说他们在做这个每个策划的时候呢 其实呢他们都是非常明确和了解 自己的目标跟策划 然后蓄而去推动的好 在这五年当中 就是我自己本身呢 也建立了一定的诚信度 这也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 那就是我的伙伴们 我的代理们 还有我的同事们 他们都非常了解 我这个人的为人处事 就我觉得不论是做一个老板 领导者 你真的要记得诚信真的是第一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一定要确保你自己可以实现承诺 你才这样 你如果只会懂得去画圈 画大饼 我觉得你不要说 因为eventually 他们不会给你trust 但你的伙伴的时候 你的左旁右臂不给你trust的时候 其实你做东西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信任是非常非常难建立的 所以我觉得诚信这一partner 对于我的事业来讲 对于我管理的话来说 其实它也占据了一个特别大的因素 再来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保什么 想法要分明 公司要分明 真的你要很坚定自己的立场 你应该要做什么 不应该要做什么 跟着你的人 他才会知道说 今天Laurene 我可以给他100分的信任 或者是50分的信任 或者是超越100分的信任 都可以 那你在做整件事情的时候 一群人怎么样都会比一个人来得更加强大 其实我非常认同Laurene的这一段的分享 那要管理一个千人的团队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刚刚Laurene说到这个放权这件事情 很多人她懂得这个道理 但是不一定做得到 那当你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你当你的组织越来越庞大 那可能领导人就会被责任给压垮 那当然不放权的这一件事情 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信任 因为你就是急于不信任别人 所以也没有办法放权嘛 所以刚刚Laurene所说到的放权跟信任 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的启发 那今天在访问的最后 我想要请Laurene就是来最后跟我们思考一下 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后疫情的时代 有人在说后疫情 那是不是就可以从线上转到线下 也有一些的大企业 他们在思考说要在疫情之后 去设立更多的showroom 或者是让大家能够去体验的一些的环境 那不晓得你们集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 对于线下的想法是什么呢 之前是的 疫情前 我们是有做了这个五年十年的规划 就是让我们也有一些线下体验馆 或者是一些线下的店铺 让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产品跟品牌 还有我们的公司 但是其实目前疫情的这个状况看来 我们说这个疫情的冲击到底会延续多久 这个我们也是一个未知数码 所以在这个策划上面 其实我们开showroom的这个想法就降低下来了 那之后我觉得现在很多非常多的大企业也开始转往线上 然后转往这个也是轻盈资产的 轻资产的这个投资 那大家都已经不再对于这个重资产抱很大的期望 那未来可能在疫情过后呢 我相信在这个经济跟这个生意模式上面 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改变 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是接受了这个网路营销的这个模式 然后成本上面在网路营销相对起我们说实体的这些企业 的确是少非常非常多 人的习惯是可以被锻炼出来 所以我相信在未来可能疫情过后 大家对于这个线下企业的要求 可能就不会如以往那么的强烈 因为大家发现原来生意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模式去做 并且也可以做得非常好 其实Laurene讲到整个访问的过程当中 她很强调一个词是轻盈创业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公司要维持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呢 轻盈是一个非常重要 轻盈的另一个词其实还有一个观念叫做有弹性 就是有伸缩性 那你就可以无论是遇到怎样的处境都好 你都可以可能因应所有环境的变化 然后找到自己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我觉得洪耀你今天的这个总结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Laurene来到我们开门建商 跟我们来分享你的一些的创业的故事 还有你的创业的一些理念 最重要的就是你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你经营的一些心得 真的非常感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开门建商是由财经所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工作日都会准时的更新 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都欢迎大家来私信到财经的演书专业 开门建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